政府在4月29日正式公佈疫苗氣泡執行的做法 在業界方面,要配合這個做法是有難度的 但我們亦盡量希望可以配合 因為如果是可以把疫苗氣泡做得好的話 其實對我們餐飲業來說,恢復整體的生意都會有幫助 首先,如果我們看回目前的情況的話 這兩天來,大部分的食肆仍然在用B餐 所謂B餐就是疫苗的時間去到10點鐘 一台是4個人 但亦有不少的城市希望可以延長這個疫苗的時間 以及坐多些人 所以亦都是鼓勵到一些員工去盡量去接種疫苗 在這個情況下,我看到近一個多星期 其實亦多了員工是因為這個疫苗氣泡而去接種疫苗 在整體的配合方面,我們當然會遇到一些難度 譬如一些員工自己本身不適宜接種疫苗 那又如何處理呢? 政府亦有一個替代方案 亦都是容許員工去自行申報他的理由 不能夠接種 但是亦都是需要一些醫療的證明 他為何不能夠接種 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食肆 如果是做一些飲宴服務的話 當然亦都希望員工可以有兩次的接種 就可以令到他們的業務可以再重複 這方面亦都是大家盡量去配合 積極地去做 但是始終在這個防疫的措施底下 如果我們做得不好的話 萬一政府在那個防疫仍然在收緊的話 對我們的生意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亦都是鼓勵員工去接種疫苗 除了員工之外 其實市民或其他顧客 亦都去接種疫苗 這方面就會更加理想 自在收緊時設計的